针对国民党和民众党提出的国会法格无法逐行进行表决 尽管民进党多次提出反对 但蓝白侠人数优势表决一路过关 到了今天凌晨12点 立法院长韩国瑜才是修会 21号再次进行表决 散会之后由傅昆琪带头 与现场所有蓝尾们全都留下来 一起检视遗留现场的垃圾 整理一场清洁